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米 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 我有四天没有上传视频了 这四天的话我们又出去了 大概的生活的点滴 碎片式的片段 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条道路的话是从我们家通往 就是市区的道路 中间的一段路程 你看它两边的话都是挪威的森林 有的时候会出现挪威鹿 是我们那天打算去市里面 吃一份泰国餐给大家看一下吧 他们家这个泰国餐的话 是称重量吃的 你有见过吗? 然后这一盒的话 大概人民币的话150元左右 就是餐家还挺贵的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天 去一家中国餐厅吃饭的时候 小朋友这是在吃鸡肉 我还挺喜欢吃他们家那个菜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挪威的山上 或者是森林旁边 可以经常看到的这个小野果 叫做Bring a bed 翻成汉语的话就是覆盆子 我记得我老家的话好像是没有 但是好像南方 中国南方那边应该有吧 反正是我北方的话 我忘记了有没有 你看这个这么大的 这么多 还有这个 一树 当然我今天踩的话 虽然说大家看有点像是旁边的无人的山上 但是这是我朋友家 我这是在他们家这采的 而且他们家这个品种的话 跟那个森林里面长的那种的话 还是其实有一点点区别的 因为它这个又大又好吃 就是员工培育的那种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看 这么大 平时的话森林里面那些的话会小一点 这个直接吃或者做果酱做果汁都非常好 这是我前几天拍的早餐的图片 因为我这些日子在减肥 所以在饮食上要控制 然后我录了一个视频 等过一周会给大家发出来 虽然是减肥当中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吃了一点点薯片 一样只能装一点点啊 不允许装多米开 我们偶尽老家自然家继续め 我们早 금 我们照谈一下 我们在一起 这是黄色在中和小cia 黄色然放对 mus王 是 我 帮大家 对 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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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用手拿 我们出发了 小朋友在房车里面 做我给他从中国买的这种 数字 练习学汉语 这些图片是下期的视频分享 我们这个周末又开着房车 出去了一圈 然后我想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是在挪威的小米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